童年经典电视剧《粉红女郎》被翻拍的消息 想来大家早就知道了 关于选角问题 最让人惊讶的 目过于咱宋毅同学 饰演的竟然是男人婆的角色 这般巨大的人物性格反差 也着实是让人期待咱宋毅同学的表现了 而日前 我们的摄影师就恰好在上海 拍到了正在拍摄色女郎的宋毅 不同于我们熟悉的男人婆 土里土气 带着框架眼镜 一心扑在事业上 咱们的宋毅同学 盯着白色麻花辫 搭配水南色长裙 直接COS起了冰雪奇缘里的女王Elsa 这般精致又漂亮的穿搭 造型师姐姐 不愧是给咱宋毅同学拿错衣服了吧 这明明就是万人名好吗 大概是为了防止剧透 走下车的宋毅 赶紧用口罩挡住自己的脸 同时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撑开散帮忙遮挡 拍摄结束回房车时 宋毅更是直接戴上帽子 遮住自个儿的一头白发 就这样 宋毅在偏厂房车来回走了好几趟 直到拍摄完毕 才坐上自个儿的车回酒店休息